同学们 选课时间到了 想选什么课有你们的人气节点 嘿嘿 我有五千人气值 这不是想选什么课都可以 我只有四千 别说了 我才两千 我比你还长大 我才一千九 那都是因为你平时总是欺负蛋挤啊 安静 现在开始竞选 睡觉课 三千五人气值 起拍 高明正带着在课上睡觉 带爽了 我出三千六 我也想要 我出三千八 我只有四千 我别再有人跟我抢了 然啦 我不要了 白雪三千八人气值 睡觉课 成交 给你的枕头 殿下 我只剩两百人气值了 我在什么时候才能找回四千啊 三千八人气值 我都选不起 是啊 老师啊 少一点便宜的课 第二门 看电视课 两千人气值 起拍 我要我要 我出两千 我也要这门课 我出两千五 黑夜魔王 你人气不足 不要乱含扰了纪律 没关系 老师 我现在表演个才艺 扎闹人气 还能这样 那我也来 我给大家唱个歌 爱你孤身走爱香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着过去 我不肯顾一场 黑夜魔王 别唱了 别唱了 你的人气值越来越少了 什么 跳了九千人气值 喜欢我的同学马可回来 我来表演吃猫子 五秒吃一千个 哇 大宝的人气又成了一千 耶 我有三千人气值了 黑夜魔王 看电视课你还选不选了 选不起啊 我出两千人气值 好的大宝 看电视 两千人气值 成交 这是你的电视 耶 可以看一个学期的电视了 第三门 写作业课 只需要五十人气值 写作业课 我不喜欢 谁爱卖谁卖 我也不要 我最讨厌写作业了 拍不到课的同学 放学都给我叫家长 拍了两千千写作业 不怕要被叫家长 到底等就不买谁家课要给办学了 那我 我卖 我卖 我不想被叫家长 我出两百人气值 我出五百 我出八百 黑夜魔王 别跟我抢了 我出一千 好的 熊妹 写作业 一千人气值 成交 这是你的一万本作业 熊妹 你好过分 我只能被叫家长了 黑夜魔王 不用担心 还有两门课可以竞选的 考试课只要五十人气值 玩游戏课只要六千人气值哦 考试课点点考试 玩游戏课点点玩游戏 那你到底选哪个 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我出五十人 选考试课 黑夜魔王 五十人气值 考试课成交 这是你的一万本作业 原来人气值这么重要 我以后一定很好的家同学们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 黑夜魔王 挺大干猪 求求你们 给我们开个伙伴 是谁开的 让我来 我开 我怎么打不开 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伙伴 开了开了 我头上都锁开了 谢谢你刘钥匙 你是我的伙伴 我们玩去吧 好 我们的伙伴在哪里 可来帮帮我们吧 我来求求你们 谢谢你 不好意思 白雪 我打不开你 那你试试我 打开了 打开了 谢谢你 我终于自由了 银钥匙 你是我的伙伴 我们走吧 拜拜了 白雪 现在 就我头上的锁没有打开了 我的伙伴 你在哪里 可来打开我了 怎么了 白雪 大宝和贝儿的锁都被打开了 我的银匙伙伴 为什么还不来打开我 白雪 你的伙伴是银钥匙 他一定会来的 可是 银匙 他怎么还不来 是不是帮我忘了呀 不会的 我见过他 他说 他正要来找你呢 快点快点 银银匙 你赶着去哪呢 我要去找我的伙伴 白雪 我要去打开的 他现在一定很着急 就是这样 我在路上见过他 银匙 银匙伙伴 他怎么还不来呀 都这么穷了 就是啊 他应该到了的 小女巫 我的银匙伙伴 不会出事了吧 我们还是去找找他吧 好 我陪你一起去 来 银匙伴妈妈 我饮料 好嘞 喵喵喵喵 真好喝 我饮料 我们再唱歌 跳舞玩游戏 好啊 金钥匙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的伙伴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为什么不帮白雪开锁 还在这里玩 白雪可是你的伙伴了 谁说的 金销链咱是我的伙伴的 金钥匙 你不要我了 我 我不认识你 你走吧 金钥匙 你怎么能这样 你不要我的伙伴 谁来帮我开锁啊 金钥匙现在是我的伙伴 你们快走吧 不行 金钥匙 你一定要帮白雪打开头上的锁 不行 不敢 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呢 魔法剧 为什么我的锁 还是没有打开啊 这个金钥匙 竟然打不开金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对 你不是金钥匙 快快 金钥匙 你赶紧去哪儿啊 我要去找我的伙伴 白雪帮他开锁 看哪儿 我读 现在我是金钥匙了 原来你是黑钥匙 被识破了 麻烦了 我走 白雪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快 打开了 金钥匙伙伙伴 你终于来了 对不起白雪 我遇到了 所以来晚了 哼 你这个黑钥匙 胆大包天 我要把你带去管理局 放开我 开始考试 老师 这次是空白的 不准说话 快洗 空白雪 你会让我考试吗 我知道了 这次肯定能考验的 小妹零分 大宝零分 备药零分 竟然连白雪也是零分 怎么可能 我明明都写对了 老师 你是不是弄错了 白雪 你是把金钥匙写对了 可这次考的是米诺 贝尔和大宝写的 已不是米诺 小妹最过分 写的竟然是 功勇者歌词 我是音乐课考试吗 是语文考试 试卷上没写考试题目 我还以为 要我们考试 试的经验词 怎么没写 你们看试卷另一面 考试卷的试卷另一面 你们都把卷子抄一百遍 看下次 还记不记得检查试卷 开始考试 不准说话 下次怎么又是空白的 重犯两名都没有题目 我知道了 试试肯定没错 零分零分零分 又是零分 你们是故意气我的吗 试卷的试卷上也没有题目 正反都没有 不是让我们墨写 上次唱的试卷吗 考之前就告诉你们题目了 什么习惯 同学们 我们明天考试 默写静夜思 好 你们上课都没有听讲吗 我那时候在大课试没听清 我也被学没传染了 你在大课试 我听见了 但是忘记了 不认真听课 把静夜思潮一千遍 下次考试 绝对不能再考零分 有目前的小朋友 觉得他们四个 这次会考零分吗 觉得会 就发送一一 觉得不会 就发送二二吧 贝尔 你干什么 老师 告诉我们题目在哪里吧 我 老师 就让我们别走了 这次考试之前没有说题目 我已经检查过了 试卷又是白词 正发两面都没有题目 我正要 白血 贝尔 熟妹 大宝 不遵守考试纪律 取消考试资格 零分 零分 这次考数学 刚才给你们发的是草稿纸 我正要去取试卷 怎么就又零分了 我又被契约了 我不想考零分 我们去找校长解释 校长应该会同意让我们再考一次吧 我这就去找校长 校长同意给你们一次补考的机会 这次一定要好好写 开始考试吧 太好了 我都会 终于能考一次一百分了 三家五得一千 五家六得一十五 小朋友们考个一百分 喵喵喵喵 这个碗好吃 白血姐姐你尝尝 谢谢你熊门 这个盘子的味道不一般 我喜欢 喵喵喵喵 你们怎么都不吃饭 居然在吃碗 医生 孩子们为什么会吃碗 他们没事吧 对不起 我尽力了 什么 我也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不吃饭 反而吃碗 但是没有检查出来任何问题 他们的牙齿 一颗也没掉 那些碗碟也没有对身体造成伤害 不用担心 医生 你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孩子们生了很严重的病 白血 我们家的碗都被你吃光了吗 对呀妈妈 我们家的碗比小妹家多 小妹可羡慕我了 可是 没有碗我就只能用锅吃饭了 哎呀妈妈 别吃饭了 一起吃碗吧 不准再吃碗了 你不是在一起喊吃汉堡吗 不吃不吃 白血 我们家的锅哪儿去了 我吃了 隔壁碗更好吃 就是有点硬 没有锅我用什么做饭 为什么还要做饭 妈妈也吃锅吧 我们家的锅碗瓢盆 已经一个都不剩了 还让我吃什么 啊 我没注意就吃完了 吴伯婆 我们家只剩菜刀 没被白血吃掉了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只能先不让孩子们吃东西了 这是不饿不饿完 吃掉之后一个月都不会饿 好吧 我只能抓紧时间 做新的锅碗瓢盆了 这次用我特制的十锅十碗 总不能再被吃掉了吧 好累啊 明天再来做吧 要有新的餐就可以吃了 我做好的锅和碗哪里去了 我记得没有带回家啊 难道我记错了 小朋友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难道是小女巫干的 我这就去找她 小女巫 是你拿走我的锅和碗 我没有 是白血他们吃掉了吧 什么 他们连石头做的都能吃 牛啊 我把锅和碗变成萌芽饼干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 牛啊 我想吃手抓饭 这跟锅和碗变成饼干有什么关系 妈咪说 手抓饭吃不胃生 除非通话王国没有能盛饭的东西 否则不可能让我用手抓饭吃 小女巫 手抓饭 不是只有用手抓才能吃 你等着 给你 快把锅和碗瓢盆都恢复原样 不然 大家都不能吃饭了 我和阿姨 谢谢你 我知道错了 现在就变回来 无数之力 恢复吧 等等 不行 孩子们还不知道呢 哎呀 得到娘了 小朋友 大宝 选左边还是右边 我选左边 大宝选中了自己 身份为普通人类 下一个 贝尔 选左边还是右边 呦 我选右边 贝尔选中干净辣米 身份是首位战士 熊妹 选左边还是右边 我选右边 熊妹 你的身份也是脏脏橡皮 我第一次当本派 我们赞大玩具 一定会胜利的 黑暗魔王 选左边还是右边 我选左边 黑暗魔王 你这次的身份是干净橡皮 责任重大了 嘿嘿嘿嘿 我一定会带领大家走下胜利的 白雪 你要选左边还是右边 我想当文具国王 小朋友们 我该选哪边啊 我选右边 恭喜白雪 你的身份是文具国王 快去保护你的文具们吧 游戏开始 文具国王白雪 你要选择一一 还是二二 我选一一 哦哦 白雪 你第一次就选中了脏脏橡皮 熊妹可以向前一步 嘿嘿 我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普通人类大宝 看我脏脏橡皮的魔力 我被脏脏魔法击中了 我也变成脏脏橡皮了 天呐 现在已经有两个脏脏橡皮了 白雪 你要小心喽 选一一还是二二 这次我还选一一 哎呀 一一又是脏脏橡皮 脏脏团队可以前进一步 哥哥 让我也来试试脏脏魔力 蜡笔首位贝尔出局 天呐 我的文具是会被消灭了 白雪 请继续选择 我选一一 恭喜你 选到了干净橡皮 终于轮到我黑暗魔王 发挥了 干净橡皮 发挥你的威力吧 哥 我不要试试 脏脏橡皮大宝出局 白雪 请继续选择 一一还是二二 我已经不知道选什么 小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该选一一还是二二呢 你们不准告诉白雪了 那我还是选二二吧 二二又是脏脏橡皮 熊妹前进一步 啊 糟了糟了 熊妹来了 黑暗魔王 看来加入我的脏脏团队吧 脏脏猛烈 黑暗魔王为什么要死了 不是变成脏脏身皮了 这是黑暗魔王的特殊技能 不会被传染 但是会消失 消失了也行 圣灵满水就是我的了 黑暗魔王淘汰 糟了 现在只剩下我自己了 该怎么办啊 现在 双方各剩下一个人 胜负马上就要揭晓了 白雪 如果你选到文具国王 就可以用魔法打扮熊妹 如果选中脏脏橡皮 就会失败 现在做出你的选择吧 最后一次选择了 大家说我应该选什么啊 小朋友们都让我选一一 我选一一 是文具国王 白雪选中文具国王 完了 我输了 恢复魔法 太好了 我的文具们都回来了 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好好保护自己的文具哦 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我们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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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